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零下四五十度浸泡在冰水中可以避免感冒和肺炎 这是统一的社区活动 连妇女儿童都会参加 中年的动途是村里的房屋都建在木桩上 门窗都要四五层 全村唯一的室内厕所是2008年安装在学校的 村里的发电厂必须24小时运转 煤炭不够会补充木材 因为一旦停电供热管道会被冻裂 不出五小时整个村庄就会陷入瘫痪 如果在这里开车24小时都不能熄火 而且刚开动的汽车一定要走一段几公里长的直线 否则转弯时轮胎会飞出去 在户外手机是不能用的 如果想用单反拍照 那镜头和机器中的各类金属螺丝会以不同速度收缩 后果可小而知 由于太过寒冷 村民们通常40岁退休 他们甚至会抱怨天气变暖 2010年出现的34.6度的高温 使这里的绝对温差提高到105度 在这里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动就是庆祝寒冷几点节 当你觉得寒冷时 想一想奥伊米亚康的温度 也许很快就会感到温暖 来一次旅行长一点姿势 有什么问题请留言 缓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我们行影不离